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因为大家都要齐聚一起 整个大爆发 这些还都是小事 如果再加上本来就一些 有因为要征遗产的问题 类似像这些事 恐怕那事情更是没完没了 好 除了这些人间的事 就已经烦到不行了 那你说要记住 既然是圣中追悦 神鬼之间 还有人事之间 总是有一个 不可知的一个界限 什么样的禁忌不能碰 去那个地方 什么可以准备 什么不能准备 什么话可以说 什么话不能说 什么事可以做 什么事不能做 这些如果稍稍犯了一点禁忌 又会怎么样呢 好 今天在节目现场 为你要请到一些特别来宾 即将要来到的 清明记组的时候 让大家知道一下 所有这些你都该知道 好吗 好 来 一开始为你介绍 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 左边第一位 资深媒体员许顺 大家好 林语YouTuber赖正凯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律师游杰燕 五哥好 大家好 民俗专家谢宁俊老师 主持人好 代官朋友大家好 资商经营师卢美文 五哥好 大家好 好 每一次我就讲这些过程当中 顺美 家里本来就有一些的问题了 但因为祭祖大家都要去嘛 本来是大家眼不见 心不烦 这下既然都要到 那什么问题都出来了 可是因为扫墓这件事 的确对家族来说非常重要 尤其是做婆婆的 大家都得到 一定要去扫墓 可是可能对一些 年纪比较轻的媳妇 她不见得这样讲 也有一些苦衷 为什么这样讲呢 这位媳妇 她本身是个护理师 她已经怀孕六个月了 清明节快到了 老公就跟她讲说 妈说我们清明节那天 一起回去 去扫墓 她就跟她老公说 你看看我肚子 我现在走路都会喘了 我怎么有办法 跟你回到乡下 然后去这个山上扫墓 而且我不好请假 大家知道 各位 你清明节可以去扫墓 但你如果生病 是不是要去医院 你觉得医生护理师 是能够休假的吗 她说那你跟妈说 好 那天清明节的时候呢 这位护理师下午了 在忙事情 在病房的时候呢 其他护理师就跑进来说 欸 我跟你讲喔 你婆婆来了耶 她婆婆插着腰 站在护理站耶 她说你叫谁谁谁来 结果她就过来了 结果她说 我就是来看看 我就是看看 你是不是真的上班 你该不会是骗我吧 你骗下尾 我跟你说 你现在叫你主管来 我看一下班表 你是不是真的今天要上班 不是 还是你故意 她人都在这给你看到了 你还要看她的班表 不是 这个婆婆可厉害 你该不会今天本来是休假 你跟你的主管讲 所以你突然就来上班 我跟你讲喔 OK 你去塞狼我儿子也就罢了 你以为我好骗吗 你现在把班表拉出来 她在那边闹耶 后来 护理长来了 然后一看 怎么会这样 所以护理长就说 不要这样啦 这个妈妈你不要生气了 你看看她 她肚子都那么大了 这样不能去扫墓啦 哇你知道 婆婆整个就怒了你知道 那句话完全把她能录 她说你这个护理长 你应该是没有结婚喔 你没有生小孩喔 你是不了解吗 她今天大的肚子 能够来上班 为什么不能去扫墓 你知不知道要拜祭祖先 是非常重要的 你都不懂吗 你不懂吗 很难怪 你今天也没有去拜祖先 对不对 其他人都想说 哇你知道 因为这不是病人 也不知道该不该把她抬走 保全还没来之前 其实呢 这个护理师的老公来了 幸好把婆婆嫁走 结束了这次清明节的闹剧 OK 不过你真的可以想象 如果这样的话 可能不只是两代之间啦 我觉得 还好是她老公把婆婆给带走 如果真的是保全或警察 把她婆婆带走 这个家也甭毁了 这个家也甭毁了 因为回去以后 可能也去找尤杰宴了 对对 我觉得她媳妇应该直接先去问 接下来有什么爱传后 要准备的这些事情嘛 但这种是一种 是美 会不会有另外一种 媳妇一般年轻呢 就觉得说 那是你们家的母 我根本不要去 这个新闻里面呢 这个婆婆很年轻 她只有48岁 这个哀怨的婆婆 她的媳妇很年轻 就24岁 而且是先生了娃才结婚 所以先有孙子 平常这24岁的媳妇 就是我行我住 你知道过年 都是不回婆家的 都是儿子带着孙子回家 然后她自己就回娘家 因为她觉得 我回娘家最舒服 那这个婆婆会觉得 没关系 我也尊重你嘛 好你习惯这样 来咯 一年一度的清明扫墓节 媳妇也跟着来了 所以这个 连这个婆婆看到 媳妇都想说 不错不错 她今年愿意跟着大家来扫墓 很棒了 果然她也什么都没做 因为去扫墓 不都要提大猫小宝吗 对啊 要拔草啊 要干嘛的 她啥都没做 好 公公把这个香 分给儿媳的时候 儿媳说 我不拜别人公骂哦 别人是谁家 不是我家啊 也对啦 不是她家啦 而且她意思说 那些人我都不认识啊 我为什么要拜 那她都这样讲了 你不能硬叫她拜嘛 好 好 算了 好 那大家就来拜了 那拜拜完呢 其实你要知道哦 我们是家族在拜拜扫墓 所以其他的什么 背公啊 大镜啊 什么什么 是不是就看在眼里 这家伙 对不对 好 已经很不舒服了 拜拜完要去除草 对不对 大家是不是会聊天 嗯 啊 我们家这个山哦 其实应该要整理整理啦 那个 阿公啦 阿祖啦 都站在这儿 媳妇眼睛就亮了 她本来快睡着了 她眼睛就亮了 她讲很大声 她说 哦 这整个山头你们家的哦 对啊 我们家的 嗯 那如果这些祖先都把它挖出来 放那个铃骨塔 把山卖掉 我们可以分多少 蛮有商业透透的 我觉得祖先 应该会从坟里面跳出来 祖先已经跳出来了吧 你知道 其他的亲戚啊 过来要骂他 你知道年轻人就是这样 他根本不给你骂 他讲完 他也知道他好像闯祸了 他跑到车上躲起来了 然后这个 48岁的婆婆很可怜 你要知道他也有公公婆婆 他会觉得你 你教他这个吗 他如果实在不行 就不要让他来嘛 还讲这种话是不是 你不就让其他人倒大霉嘛 OK 郑凯如果你 你碰到刚讲的这些 会怎么办 如果你老婆这样呢 我应该不会牵他进到婚姻里面去吧 你说交往的过程就应该要知道 你要先问他说你要不要来扫墓吗 就可能会发现有一些症状 可能是不适合走路婚姻 不见得要到清明祭祖那一天 对不用到清明祭祖 平常就知道了 平常就会知道了 所以这种你会不会让他进家门 不用 因为进家门就是延伸出更多问题 所以在问题之前就先离开 预防剩余治疗 所以我们同意刚刚正凯在讲 这种原因就不要进去了 不然其实我 其实我也有这样的困扰 因为我太太是基督徒 所以其实他没有办法去扫墓的 所以就变成说你 我们在很早期的时候 你就是要跟家里人 你跟家里面人当初沟通的时候 这一块是怎么沟通的 我就在拜拜的时候 某一天某一天在清明扫墓的时候 我就跟我讲说 我现在交了一个女朋友 他是基督徒 所以将来可能他就不会拜 不会来拜 那我妈妈其实听到的时候 是有点矮油矮油的啦 好理家在 我现在是女儿啦 所以现在拜的时候 我就带我女儿去 女儿代替妈妈来拜 还好我太太可以接受啦 就是说因为他没有强迫我女儿 一定要要信什么教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替代方案 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可是过程当中 尤其前面那句 我觉得会让更多人炸锅的是 前面那句 我不拜别人家的龙骂 龙骂 所以我刚刚说 这个别人家是谁家 你嫁到这家你不会拜 因为传统上 嫁过来以后 你应该拜的是这家龙骂不是吗 对 我遇过一些就是 刚才讲究宗教不同 宗教不同 我也是这样讲 就比如说他的 好 应该这样讲 就是比如说公公去世的时候 那说真话 那大家都要去拜嘛 那他觉得 他说意思是说他不能拿香 我说不拿香没关系 没关系啊 你就合掌嘛 你心里头的 至少他还是你的公公 我觉得这个是基本尊重嘛 如果你要是连这种基本尊重没有的话 民间里头有很多很多 类似的事情 基本上大概都会有一些小的一些 一些状况会出现在这个媳妇 像这个媳妇 那因为宗教里有那是不一样的状况 我们尊重每一个宗教 可是这个媳妇是直接 显然他不是没有 他不是不拜 他只是我不拜你们家的 对 就我嫁过来 但是我身在朝银 心在汗 我虽然嫁过来 但我还是我们家的人 是那样的感觉 像这样子会不会 就是您刚讲 会多多少少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事吗 有些状况就是 如果我们也遇过 比如说后来他们发现就是说 在那个之后 他们当然家里头不愉快 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起因 但事实上 他们到后来他归咎的原因是因为 也许祖先听了之后 他就心里头 就不承认这个媳妇 后来他们的关系就越来越差 越来越差 自然而然就走到了分开的地步 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 那个观念完全没有办法合在一起 那第二个呢 其实民宿上面有时候 在这个时候 刚才讲到 长辈有可能会不开心 就会开始讲一些不好听的话 在风水上有一个效应 叫做刻印效应 就是说当时你讲了什么 比如说家里的人 可能开始讲不好听的 或怎么样 有时候会硬咽 所以他后面叫硬 所以这也就是 大家可能比较习惯性的 听到一些 其实我们没有 可能经过 或者偶尔听到 别人也会听到说 在墓地的时候 他说你们家 代代的铁孙会撞上完吗 你为什么要叫 大家都要叫好的呢 原因就是因为 刚才讲 那个刻印效应 如果一旦是好的话 它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可是不好的话 也会往不好方向发展 这就是之前有一个故事里头 就是有一家人 他后来就是 以前早期不是要台关上去吗 他在台关的过程中 没有想到突然间 那边就一下子 西北雨一来 没办法 来不及 那个台的人很重 放不下来 放不下来 可是我雨太大 他也没地方跑 前面有树的地方又远 我要台到那边去 可能全部大家都淋湿了 所以没办法只好放下来 然后大家开往树底下跑 跑的过程中 其实那个时候 当然台的人 他们多多少少都有的经验 就不敢讲 但儿子 媳妇 他们就不一样 他没有遇过这种经验 你就是直觉喊出来 不要 哎呀 差吗 差吗 是呀 嗨呀 嗨呀 OK 没有多久之后 大概在那个之后 他的老大的事业 就开始节节就是败退了 然后第二个呢 儿子也吃了官司 所以后来他们就说 为什么 其实他不是那个目的 看好的是很好的地方吗 但是因为当时 这个客运的一个部分 大家讲了不好的状态 也就是后来出现了 不好的一个情形 那这也就是一般来说 在目的里头有一些禁忌 比如说第一个呢 我们到目的去的时候 尽量小孩 太小的小孩不要带去 有时候他没有办法 克制自己的动作 比如说那个东西他很想吃 你们在大家在弄这个弄这个 除草的时候 他可能就跑去拿起来吃了 那有时候长辈就会骂 那有时候呢 哎呦 夭壽心的 这不可以吃 那有时候你那个 讲那个话 那个词 对 那些词 有可能就会 第二个就是你会 一定会去 比如说会可能打他或什么 打到他现场就开始大哭大闹 那家里头有可能会产生一些 不好的一个状态 当然还有包括小孩如果太小也是一个问题 太小的小孩 尤其六岁以下小孩 我也不太建议待去 因为待去的时候 有时候晚上回来就睡不好 睡不好有时候不是因为祖先 对啊 因为 还有旁边的 对啊 那么大 又不是只有你家才有 然后另外就是孕妇 在那过程我也建议不要去 原因是因为 其实说真话 我们也有遇过那种 就是在扫墓的过程中 不小心踢到跌倒 然后后来出现一些状况 那你说这个呢 到底要怎么去呢 其实也是一个问题 OK 可是如果像刚才前面 顺便讲的这两个例子 第一个 碰到那么凶悍的婆婆 要直接杀到你的医院来查班表 然后直接破口大骂 那这个媳妇到底该 跟这个婆婆以后怎么相处 第二个 如果你是第二个这个例子 家里面的人 碰到这么白目的媳妇 你怎么办 像前面讲到怀孕 像我妈妈家也很传统 也都是觉得说 所有人都要去 一个人都不能去 怀孕了正好 肚子里那一个也是家里的啊 这个今孙是婆婆的KPI耶 有帮这个家传宗接待 所以前面那个婆婆 一定是觉得说 你现在不想去 是不是 例如说你觉得 你不是我们家的人 或是 你现在不想去 你是不是偷懒 以后会成绩我这个角色 去祭拜吗 所以她其实有很多的情绪 但我们通常都会建议 这种情况 其实是 男性 就这个太太的先生 应该要出来 沟通或承担 像刚游律其实就做一个 非常好的示范 太太是基督徒 可是她在前面 就已经挡枪 甚至跟家里做一些讨论 所以如果先生 没有办法承担 我通常都会建议 在更早期 甚至在交往的时候 就要观察一下 当这个先生 还是男朋友的时候 是不是对妈妈的话 都是言听计从啊 或者是如果有些 有点不合理的先生 会怎么样 我们就会比较建议 从前面就开始观察 交往的时候 其实观念的沟通就很重要 是 大家是不是同一个频道 如果这件事情 你们家真的坚持成这个样 那进去 会产生纷争 只是早晚的事吧 对 而且这种纷争 可能会越来越大 那像这种 就是在扫墓的时候 很白目 通常就赶快 也是先生啦 赶快要阻止 赶快阻止 然后赶快道歉 因为还让他说这么多话 是大家怎么没有 赶快把他阻止下来 OK 通常我会建议 这种事情发生了 赶快马上立刻道歉 而且如果 有诚意一点的话 赶快等一下就 请大家吃饭 请其他的家人吃饭 然后说他拍謝啦 就是他也比较不懂啦 这种 就赶快立刻处理 但除了像这种案例啊 有时候 除了这种沖煞以外 有时候像我们自己家 我刚刚讲到 我妈妈家很传统 但我爸爸家这边就 有时候就比较在扫墓上 我刚听夏老师讲 我越听越害怕 你们家干过什么事 我们家以前 我小时候去扫墓 现在已经比较不会团聚 就一大堆人去扫墓 还有一些是 比较远房 很少见到的亲戚 那因为我们家那个墓 长辈的墓是在山里面 产业道路 然后又在走上山 所以这种地方 它不会有什么金子筒 什么都没有 所以在拜完之后 要烧纸钱 就直接在坟前面烧 大家一边烧 一边聊天 风一吹 这个火的纸钱就 就飞到旁边了 那这个墓 我们家墓 隔壁墓是一个年久失修的墓 那个坟头的草都长得超高 到处都是杂草 所以那个纸钱 一碰到这个草 就烧起来了 而且是那种濃黑色的烟 我立刻吓到 然后远方人也吓到 就尖叫 他还想要怎么办 要不要叫消防车 我们那个山 你叫消防车来 山应该烧完了吧 那我们地方消防车都很难进吧 对 那我就有长辈那种舒博 就当机立断 立刻跳上去 隔壁的墓上面 隔壁的墓它直接跳上去 赶快要灭火 拿水泼也没办法 因为水不够 没带那么多水 你拿酒泼只会 发炉嘛 结果呢 然后我的舒博就直接 挖地上的土 去盖那个火 然后你们去挖人家的粉 对 我相信他们长辈可能 就有个直觉 我先赶快把火灭掉 以免火烧山 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我跟我妈在旁边 因为我们就很惊讶 因为妈妈家是很传统的 然后爸爸家这边就不太care 这样 然后他们就后来 就终于把这个火灭掉了 大概那个坟 坟头上就乱七八糟 也没有到挖掉 一半就那个草啊 被烧过啊 然后粉这边缺一坑啊 那个土 就蛮混乱的 那我跟我妈就很惊吓 然后我妈就带我 赶快要拜拜 跟人家道歉 然后帮人家除个草 然后顺便把我们一些鲜花水果 也放在这个粉 但是这个粉 是那种年久失修 很久没有人来拜 所以像那些舒博就觉得 啊 没关系啦 他就算踩一踩 就弄掉也没差了 就这样走了 那我刚刚听夏老师讲 我现在觉得 怎么样这个 好紧张 我刚刚这边有个地方 跟大家分享 但跟这个卢心理师 没有说关系啊 就是刚刚提到说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 然后加上自己 以前跑社会线的 都会发现一件事 清明扫墓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不叫扫墓结 我们叫烧墓结 就是火烧墓 因为火灾特别多 他们消防员 基本上到这段时间 他们就天天在打火 我有个朋友叫凯成 那时候跟他去吃烤肉的时候 我们就在聊天 他就说 因为有很多现象 当然这是意外 但有一些是故意放火的 为什么 因为他懶得去除草 他就放火烧 烧完之后打电话 对叫消防员来 可是这样的行为 就变成说 你有可能就造成更大的公安意外 然后有一个是 长辈觉得 砍掉了这个杂草 就是要用火烧 不然他还会再涨 所以就是一个观念问题 那再来就是有一些长辈 是觉得说 看到那个烧的钱 飘到空中 他会觉得那是好兄弟在抢钱 你千万不能去把他打下来 这样子好兄弟就不开心 但是他飘到别的地方 就又烧起来 那变成消防员他一整天 可能那一段期间 前十后十都在打火 拉水线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 墓碑都是烤到变成黑色的 但是我会觉得说 其实这个观念 大家要稍微改一下 就是你怕那个 纸钱飘到别的地方 好兄弟会生气 但你去烤人家的祖先 这个人家祖先已经更慌了 真的很抱歉 很抱歉 这是意外 我讲的那些是故意的 只是跟大家讲 如果你今天就纯心要 真的不要这么做 真的不要让消防员更累 对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 其实大概在公募区 都会有消防员在外面 对 很辛苦 每次碰到这个 但是小老师 有人用烧木像这样的话 难道祖先不会跳起来吗 那美文队虽然就算是个意外 结果后来变成刨人家的粉 其实基本上如果说像美文这种情况的话 我觉得 因为你后面刚才讲的就是说 至少长辈们后来做的那个动作 我觉得是 就很抱歉 你至少有用心 也会顺便给他们一些鲜果那些 顺便帮他除草 就后来几次去扫 因为他们没有人扫 原来救不了近活 我觉得至少这个 你有表示你的诚意 但是就像刚才 刚才如果郑凯讲的这种 我觉得那个就真的不行 因为为什么 因为不是你个人的问题 这个是直接影响到其他呢 因为其实 所以早期的时候我们就说 如果说你要是觉得附近 可能大家都比较少来的话 通常我都会建议他 一定要做一个金炉 他用那个 可能用那个砖块有没有 叠起来围成金炉 这样烧的时候 他比较安全性 会比较高一点点 第二个 通常我会建议家人围在一起 围在一起烧 这样子 他民俗上面说法也是这样 就是我烧的这个东西 第一个 我们在拜的过程中 我会先请土地公来 如果你上面不是土地公 你放上面是写厚土 你就请厚土到现场 不管怎么样 现场是谁 就请现场来负责 这烧的东西是支给谁 那就不会有大赖枪 那就刚才民俗上面就说 哇 他们可能在那个墙 飞到那边 然后烧到那个 因为我事实上我也遇过 真的遇过那种 就是在拜拜过程中 就突然间消防车 然后接着 就他们在那边拉水线 一直在那边喷 烧掉了大概 四分之一的山头了 所以遇到这种情形 有时候当然 如果只要你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都还是可以 但是因为这种 扫墨现场有时候很难去 因为家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不合的话问题很大 我昨天就遇过一个情况 就是怎么样 就是家里头呢 其实他有几个姐姐 但是呢就是唯一一个毒子 这个毒子算最小的 没有想到这个 娶回来媳妇之后呢 结果这媳妇可能也听了 其他人讲话 意思就是说 你回来之后 如果家里嫁出的姐妹们 回来烧纸钱的话 以后这个赚钱的时候 你们家就会比较少 都会被姐妹们分掉 来抢福分的 对 所以民俗上面有这样讲 那没办法 后来这个媳妇就怎么样呢 居然就强迫就是 扫墨的时候 不准她的姐姐们 回来扫 闹到非常不愉快 他说老师可不可以 你可以帮我们做仲差 你可以告诉我们 就是说可以或不可以 我说那你长辈还在不在 他说妈妈还在 我说妈妈还在 如果是妈妈还在 你婆婆的权力比较大 只要父母中有一位在 她是有权利来讲这个 那当然婆婆因为怎么样 因为觉得说唯一的儿子 如果是不负责她的话 万一她以后 这个媳妇不照顾我怎么办 结果她也不讲话 后来我就说 那如果婆婆没有意见的话 那我来告诉你 嫁出的女儿可以回来扫墓 那如果在民俗上面 唯一有境界的地方 就是烧金子的时候 请你不要烧 就这么简单 所以烧金子这么重要 烧金子他们就认为说 你烧多少将会回馈给你多少 所以民俗上才会有这个说法 那其实只要他不烧金子 大家都可以回来办 这个不影响的 OK 其实你自己在办案子里头 因为我们知道 律师主要在处理到 跟遗产有关系的 所有那些 通常会发生争执的几个地方 最难堪的是在告别室灵堂的 那种有大打出手的 有直接吵的那样 有不让路练的 什么都看过 有那种到包括扫墓的什么 因为大家遗产的问题 在扫墓人的时候也起纷针了吗 有 我曾经处理过的案例是这样 虽然他前面有很多 但是就像谢老师讲 他们是五个小孩 那大哥 那当然就是 因为大哥比较 比较没有出息 坦白讲 那也无所事事 所以爸爸那种临终走的时候 有多留一点给他 所以其他的兄弟姐妹 就会觉得说 那你要对爸爸多付出一点 所以每次清明扫墓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说 哥哥你要去安排妾嘛 你要去约时间 或是你要迁就 其他兄弟姐妹的时间嘛 可是哥哥永远没有 在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九二九十第一年 第二年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的时候 大家就终于受不了 哥哥散散来迟 我觉得哥哥可能 当时有会点久 有点借酒装锋 就在骂爸爸说 分的怎么留给他钱这么少 是不是有留给 其他兄弟姐妹更多 那哥哥不是分的比较多一点 他还去骂他爸爸 对 他去骂他爸爸 那弟弟们听起来 听起来就不开心了 就觉得 哇 哥哥你这样得寸庆词 大哥跟最大弟弟就吵起来 就打起来了 然后其中一个妹妹就说 哇 哥哥你这样子 太不够意思了吧 就是明明你拿得比较多 还那么不孝顺 那你爸爸生前 你就是啃老族了 那爸爸生后 你还这么不负责任 你还要继续当啃老族吗 就大哥就说 好 你说我啃老族是不是 就把那个拜拜的鸡腿 拿下来啃 就把那个拜拜的鸡腿拿下来啃 我现场啃给你看 然后酒 就拿下来 啊 你要我啃老族 我继续啃 你拿好我怎么样 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弟弟就很生气 就在找我说 他要告他 要告他哥哥 要告他哥哥 吃祭品吧 对 你要告什么 你要说 嗯 吃你要告他 毁损你的物品 因为 后来说他想要告他伤害 可是我说 你们这样互殴可能 两个都有事 两个都有事情 不过后来他们讨论了一下 就是因为 还是尊重爸爸 说已经闹得不愉快了 还在互告的话 可能爸爸会更不开心 所以这件事就算了 但是这个政策比较特别的是 我也很想问范老师 这还没拜完直接刻起来 会不会怎么样 对 老师会不会 其实应该讲那个 比较不孝顺的那个 就是本来老大 本来就坑老祖了 然后再加上这些动作 其实有时候 民俗上面来说 可能会觉得他 可能会觉得 运势上面会比较 没有那么好 反正他本来运势就不好 所以一般祭品 那贡品 一定要等到祭拜完 祭拜前不可以这样子 祭拜前不可以 通常一般 我们拜的过程要先请 比如你 你除了我们祖先以外 旁边有时候会有 土地公或厚土 或者是土地龙神 看你设的是哪一种 你要先请他 请他来之后 我们跟祖先讲完之后上香 上香之后 第一个这个上香就是一个问题 我曾经遇过很多 家里兄弟不合 都是因为上香 有人不遵守规矩 我说不遵守规矩 上香有什么规矩 比如说有三个兄弟 那三个兄弟里头 应该是 大家一起上完之后 香收一起 放瓶之后一起插上去 这样子将来发展 大家才会一样好 但是我常遇到很多 就是因为有人 他就不遵守规矩 我一弄就啪插上去 以后他家买房子 他家怎么样的话 你们都会觉得 都是因为他插头箱 就像你寺庙里头 抢头箱的意思是一样 所以兄弟之间很多 会因为这样子 家庭彼此的关系都编布 我们会不会这几播出完以后 今年扫墓特别多 拜完以后就上去抢头箱 会不会出现这个状况 但是可以破解 也可以破解 如果他一插上去 你心里头就讲说 爸爸妈妈他不知道 比如说第几个 比如说老大他不知道规矩 正常我们那个 那是这个东西 都是我们所有的人 一起准备的 你只要讲完之后 那一年之后 就会大家都一样好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分食物品是可以的 但是那个过程是必须 大家都用完以后 烧完精以后 你要有15分钟 要15分钟 烧待片刻 一刻的时间 让我们的祖先慢慢吃 不要还没有吃完 你就可以收了 所以你要稍微等一下 在那个过程中 有一些东西 大家就会分的吃 比如说像有时候 你会看到他们煮蛋 蛋壳剥了以后 要撒在 撒在那上面 表示我们家里头 每一个人脱胎换骨 重新来过 大家都能够变得更好 所以基本上 那个过程中 只要在等待的过程中 后面是可以分食的 OK 可是刚才杰炎讲的 好歹大家就是明的来 就是要抢啊 要打啊什么这些 郑凯怕的是有很多人 用一些暗黑術啊 刚刚这样听完之后 我觉得我的故事 跟这个由律师 还有这个谢老师 其实都很像 都是家族 也是扫墓 也是财产 所以延伸出来的 那这个故事采访的时候 他们其实也是 一家很多口 但最有争议的是 老大跟老妖 他们两人其实就是 老大他比较会赚钱 是老板 所以他就是爸爸的保费 爸爸的胎支 都是由他 但是当爸爸生病的时候呢 出去出力的 去在医院的 然后在医院陪的 也是老妖 所以最后他那个老大就说 这样子的话 爸爸有一栋过世后的 这个房子就归我 那老妖就觉得 不是啊 你赚那么多钱 你这个也要 而且我们也不是没帮忙 就有点小murmur 不过这都算了 人在活着的时候 他们都还是可以和乐融融 等到爸爸一死之后 就马上撕破脸 就开始争 然后加上 另一半也在那边 山峰天火 对就是老妖的 他这个太太是印尼人 就说啊不对啊 我们最后已经这么辛苦了 为什么还让给大哥 后来还是被大哥抢走这个房子 然后这老妖 他们在这个下葬的那天有出席 从此亲民扫墓 老妖一家人都不出席 好像消失了一样 后来老大住进这爸爸的房子里面之后呢 也没过多好 他经营的这个公司有问题 然后他老婆去开了水果摊 也出事 饮料店什么的 小孩也一直发烧 那他就会自然就是 这种一连的衰事就会找到老师嘛 那老师也是帮他处理完就说 那你们家的风水的分 是不是有问题还怎样 他们就把这个古翁 古坛打开之后 就看到有一袋麻布袋 然后他那个老师看到就觉得 不可能在这个东西放这个 第一直觉就是 这就不是这个坛里面有的东西 就打开了一看 里面就是什么钉子 还有一些泥土 然后还有一些像是 血字生锈 那我觉得观众 即便你不是民俗专家 对 祖先的头顶上放了几根钉子 你一定私下就觉得说 这一定有问题 当然 后来老大在回想的时候 才想到说 诶 这个麻布袋 他当时在下葬的时候 那个印尼老妖太太 那个印尼人 他有拿着 就这件事情过 但你也死无对证 只能说他们的家族 就从那一刻起更加决裂 完全打死不往来 所以 所以后来他有 后来把他处理掉 他有去找 他有去找那个老妖 就说这是不是你们家放的 他有没有去找 我就后续没问 因为老大说基本上 他跟我在聊的时候 他就说这个 你去问他一定说不是 你也没证据 他上面也没签名 所以这东西 但他就知道 那就是他太太放 但老师摆这个东西 就是 就是纯心恶意的 因为想了也知道 都不应该出现在那个里头 对 我曾遇过一个就是 他家里三个兄弟 在拜拜的时候 OK 其实原来也都是还不错 那大家也就是在讲的时候 老大在开什么公司 第二个在做什么生意 老三就是普通的上班族 也没有赚很多钱 但是后来他又发现 因为弟弟怎么在扫墓的时候 都没有很积极 然后后来就去一次 两次三次 后来他们就说 那个弟弟感觉很怪怪的 那当然 主要还是因为大哥跟二哥 的生意上面来变差 变差之后 他说老师我们 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就是 好像从哪一年开始 我们家的这个状况 好像就越来越差 后来我想一想 我就说 我就说你家的那个 目的是不是有出现什么状况 他说 就前面那个地方 我们拜拜站那个地方 那个名堂 从中间裂开 裂成一条线这样子 那后来我就说 那你那个里面可能有问题 后来就约了时间去看 一看不对 里面的东西被挖走了 他说怎么 你说什么 然后他说不然的话 后来讲到后面就是 好吧 那我就约一天 哪一天找那个地方 他非常负责偷瓜来帮忙挖 就那一天还打开 一挖开来之后 那个父母亲的那个 那个甕 甕还在那个地方 但是就是 那个外围 那个还在那个地方 里面的骨头都不见了 他骨头不见了 到底会是谁 他说有没有可能是被那种 之前有那种 你知道偷人家的祖先骨头 去勒索的吗 对 然后有没有可能是那个 我说不太可能 因为如果他是 真的是那个的话 他应该 他会通知你啊 他马上就会通知你 对啊 然后就是你看愿意付多少 对 后来我就说 我说不太可能 我觉得这一定是 自己人挖的 认识的人挖的 后来我就说 那你有没有注意就是老三 之后有没有遇到什么状况 后来他们就干脆好啦 既然问不出来 就直接找他来谈 谈了之后他还说 因为他们家 就是他老婆就说他 就是你哥哥他们都很好 就只有我们家不好 那表示他都只保佑他们 所以他们后来去找了 另外一个老师 那个老师意思是说 如果你把它挖出来 然后去找个地方 然后去葬下去之后 以后他意思就是 保佑你们家 你们家就会变好 真的会这样吗 当然不会啊 对啊 有时候长辈会对他好 原因是因为 他不知道的情况下 他会以为说 这个牧师 谁负责出钱修 以后只有他来拜 其他人都没有来拜 所以他有可能稍微 但是我后来跟他 我跟他说 这样子是不对的 当然老三那个时候 他是已经听不下去了 我说没关系 那他就让他去那个 好 我们就是到现场去看一下 那看完之后再回来 然后回来之后 把他父母亲的墓重修 虽然他是空的 但去找了他父母亲 那骨头他也没交回来 没有交回来 也没有交回来 后来我就是后来说 没关系 你原本父母那个墓重修修好 然后把父母亲 之前有留的东西 拿起来 收起来放进去 然后之后你们一样 正常拜这个墓 但那个过程中 我就有跟他的父母亲讲 等于他的父母亲知道 是小的是偷出去的 那他们这个兄弟 还是一拜原来的这个墓 所以后来两个兄弟之后的生意 还是逐渐的就慢慢慢慢又好了 所以其实我说真话 其实有很多人 听信某一些老师说 你怎么去弄 只对你好 我觉得兄弟之间 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可是刚才讲的几个手段 其实包括这个在骨灰台里面摆东西 这个是跟直接把那个遗骸 就直接给偷走这些 这些在法律上 如果他们的兄弟 真的大家要主张权利要怎么搞 其实分两个层面来看 如果你说用形式来看 因为其实我们台湾的刑法 针对这个部分有特别规范 你去窃到尸体 或是挖掘坟墓 其实那都蛮重的 那个是六个月以上 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可是如果你是又挖掘 然后又外掘坟墓 你又切到尸体的话 那其实就是 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其实跟 那个加重炸弃是一样重的 而且你对 像那个谢老师讲的 他是对自己爸爸妈妈 那你等于是对 直系清除 你又犯这样子的话 那是加重其心二分之一 所以在行事方面 它是规范的 其实是有这样的规范 可是在民事会比较麻烦 就是说 现在法院对于尸体这个东西 它到底是一个物品 还是它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 现在法院的法官各个认定不一样 所以说你民事上 譬如像谢老师刚刚讲的 哥哥 那个哥哥要请求弟弟 把妈妈的尸体 牵回原本的地方 这个可能就会有困难了 因为法院说 那这个尸体到底是属于谁的 这个遗体到底是属于谁的 而且 妈妈来讲 就是父母之间 弟弟虽然说拿去别的地方按葬 但是他还是葬在那边 他并没有 那可能因为某个老师见解不一样 但是想办法也不一样 可是他并没有说 把妈妈的尸体拿去做 很奇怪损坏的动作 把她曝晒在外面 或者是把她 把她特别很奇怪的处理 她还是把她葬在那边 只是地点是 他们自己选的 所以这样可能 法院上也会认为说 那其实妈妈 在法律上这个角度 她还是安葬在那边 所以你要怎么样去 请求说 那到底葬到哪边才是好的 其实现在目前的法院 会有点难以解决这个问题 清明掃墓 刚刚谢老师讲 因为你去掃墓 又不止只有你们家的墓 尤其像一般现在 不管你在鄰屋塔 或是在公墓 你那个左邻右舍这么多 到处 对你看不到他 不代表他不在 很多是这个样 顺便有很多 这个时候那种 那种讲说 你不可思议的一些 社会特别多啊 是啊 这是一个男朋友 他要开车回家里面去掃墓 我们刚刚提到 有时候 如果家族墓园公墓 会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他说那个沿路都没有人 然后你知道 现在的车子又很灵敏 他说他慢慢慢慢往 那个公墓开的时候呢 他的雷达会不断提醒他说 请小心开车 路上有行人 哪里有人啊 他什么也没看到 没有啊 他的雷达他提醒他说 前面有机车经过 前面除了墓 什么都没有 这是一个清明节的一个故事 然后还有一个网友 我想其实你小时候 可能也做过这样的事情 你要去小心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通常跟着爸爸妈妈去掃墓 有些是公墓 可是现在都到纳谷塔 这个男人网友说 他们家就他跟他哥哥 两个男人就孙子 所以掃墓的时候 一家族都回去 他也要去 那他们回去的时候呢 爸爸妈妈阿公阿嬷 都在准备东西啊 什么院在纳谷塔 各位纳谷塔有什么好玩 因为现在都做得很好 纳谷塔都还有公园 那早期旁边都山啊 那他跟他哥 只能在那边玩做迷藏啊 而且一间一间的 还蛮好玩的啊 是不是 去过纳谷塔都知道嘛 你笑 他一定是一进一进一进 哈哈哈哈 到处跑到处跑 然后大家知道 那个骨灰坛是这样 都有一个门的 要开这个门 因为通常我们来拜拜啊 全家人是这样 到现场会打开 然后跟祖先讲说我来了 好就开始准备东西这样 所以你想想看清明节 是不是有些门都已经开了 嗯 那打开之后有照片 那这些孩子嘛都试字 小学都五六年级了 哈 他叫小杂母 小杂母耶 怎么会有取这个名字 你来看 哎 这个叫造地耶 好好笑啊 好好笑 哎 那个怎么长这样啊 九拜耶 九拜耶 因为都有照片 孩子也不懂 对不对 玩得可开了 然后玩玩玩 天黑了 扫梦完就回家了 收收回家 这一天还真累 然后这个网友就说 他回到他的房间 你知道 因为他的那个窗户上呢 有放风铃 早期很流行 很浪漫 有风铃 他就听到那个风铃 一直在那边 很大声 很奇怪 因为平常风吹过 也不是那个声音 他就觉得 为什么风铃声音这么大 然后他就往窗户一看 不得了 因为我说已经是晚上了 外面占了一个人 那更不得了的是 他住在三楼 这个比较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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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占不得了 就算了 没有阳台 完了 完了 不能动 也有可能你会说是 鬼压住他 也有可能是他自己 吓到不能动 所以他就里面 就开始讲说 心里想对不起 对不起 可以动 他就冲去客厅 他冲去客厅的时候 他的哥哥已经口吐白磨 哥哥更严重 因为是哥哥带着他跑 所以 不得了 因为阿嬷一看就知道 这个出问题 马上跟爸爸妈妈 就去附近的公庙 一进去 连庙宫都知道 你干了什么事 你今天怎么了 你是不是说人家什么了 因为那天清明 显然 那庙宫 应该接蛮多 这样的例子 后面跟一堆啊 庙宫就帮忙处理 跟他们讲说很抱歉 小孩 童言无忌 抱歉 但你算童言无忌 不能算 还是要惩罚的 该贵的贵 该这个拜祭品的拜祭品 下次就不敢再做这些事 OK 所以难怪 谢老师刚好特别讲说 孩子不要带去 因为怕乱讲话 像这种就是乱讲话的 所以老师会严重到 口吐白磨这些 其实有很多状况 因为很多到后来就是来帮忙 负责帮忙 就是也要帮他收尽的 甚至有些人他会去玩 我们也遇过那种拿去画的 画人家的那个 对啊 就是因为照片 画照片 他以为那是广告 台报的广告 就是平常说不是 他觉得课本也可以画 什么可以画 他就画 然后后来回来之后 那后来就是晚上也是出现这个状况 类似的状况 那没办法 只好跟他讲说道歉 道歉没有用 就第二天再请他的家人 带着他们到现场去 你去画哪一个 带着去 然后一个一个去给人家拜 跟人家道歉 然后放一些基品的地方 跟他讲 讲完之后 回来之后就再也没有事情 OK 可是一般上这种时节里面 总是有一些特别的 因为要去扫墓嘛 郑海有听过很多那种 就是前面有托梦的 因为他知道你要去扫墓 要告诉你一些状况啊 对 人家说墓园牵动家运 这大家都知道 所以他的好坏 墓的好坏 本身是跟你有关 里面的仙人也是 当时是这一户人家 他一直梦见妈妈 要来跟他 在梦中跟他招手 然后他的袖子很长 所以衣袖就一直摆这样 他在梦梦想说 可能是我想妈妈了 然后这受访者 他就说他想妈妈 这样 但过了一阵子 大伯也梦到 就大家开始说 你有梦到妈妈吗 大家都梦到这个 同样的梦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怪 所以他们就打给这个 他们当初要约好的法师 就三龙法师 他就约说 能不能提早去捡谷干嘛的 在清明前那一阵子 三龙法师说 这个时间点 也不是说改就改 但是看一看 好 既然你们都梦到 时间又可以改 我就往前 到了墓地之后 就是像谢老师一样 看了墓地 他大概就知道什么状况 他看了之后 他就跟这位我的受访者就说 我怀疑 你妈妈的坟墓被盗了 然后他们就吓到 想说怎么可能 这个墓碑也好好的 这个坟丘也好好的 被盗不是他们的印象中 是翻起来 棺木也翻起来 乱七八糟的 他说没有 你看这个 现在的盗墓 他就看一看 他就是在旁边有个 像篮球大小的洞 他们现在把这边洞挖一个 然后他大概知道 棺木的那个人堂的位置 祖先堂的位置 再拿一个像常伟夹进去 夹断他的那个手指头 拉起来 因为金银珠宝都戴在手上 他就把这个金银珠宝拿起来 骨头就丢掉了 因为对盗墓者来说 这个翻墓率比较快 就翻桌率的概念 所以他就可能 这边翻翻翻 这边翻翻翻翻 一个晚上就可以盗很多 那他就说 除了你们家被盗之外 他相信这个墓 一定有很多人被盗 他们就去报警 果然他们 那个负责就叫张小好了 张小队长就说 哦对 你不是第一个来报案的 那你们家的这个状况 那三龙法师是说 第一被盗的都是女的 而第二 现场没有找到骨头 所以他就是比 以民俗的方式想说 有人可能在收这些骨头 这个要干嘛 对 那张小队长他是不信这个东西 他就说没有 会盗女生是因为女生饰品多 二来就是可能刚好就是这些 再来就是 因为骨头他不想留下来当证物 所以他可能丢到别的地方去了 那后来还是抓到这个盗墓者 这盗墓人就是墓园的管理员 所以他是白天是墓园管理员 晚上斜杠去盗墓 那他有讲到说 他把这个骨头 是真的有卖给人家 他说有老师在收骨头 收骨头干嘛 要做斜术 后来还是抓到这个盗墓者 这盗墓人就是墓园的管理员 所以他是白天是墓园管理员 晚上斜杠去盗墓 那他有讲到说 他把这个骨头 是真的有卖给人家 他说有老师在收骨头 收骨头干嘛 要做斜术 他就讲到这个老师的时候 其实三龙法师听过说 他这个在业界他知道 就是有些老师他会 他会养小鬼干嘛 他需要用这些骨料 他们那骨料他就拿去卖 可是最后这个老师 因为他帮很多人服务 所以他没有被怎么样 警方也没有证据 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 那后来三龙法师 再去问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有遇到一个状况是 当初那个墓园管理员 就有一天就心肌梗塞就过世 可是这个盗墓的状况 还是在发生 所以就表示 还是有人再继续倒这个骨头 那我那时候去问 一个简骨师 叫尤威仁 威仁哥 我就说 真的有人在买骨头吗 他说有 因为他们在一些老师的观念里面 天灵盖 心骨 观音骨 这三个地方 就是天灵盖 心骨还有观音骨 这些地方 是有些他们认为很好的 因为他们认为这三个地方是灵俏 会跟神鬼沟通 要练法就拿这三个 像藏传佛教有些高僧 他会把天灵盖拿来做法器 叫Gabara 我没记错的话 所以骨头是有人在卖 那三个甚至可以卖到几万块 所以他们 他们这个业界检骨的 确实有老一辈 甚至同行 是有在挖人骨头去卖 因为少一块家属也不会知道 说真的 那偏偏这三块 又是骨灰毯一打开 就在上面的地方 最好拿 所以他们就说 这个状况是有在发生的 对 那这个就可能会让人觉得说 有的时候 不是自己的人去破坏墓 别人也会来倒你的墓 可能还偷你祖先骨头 小老师 这几个骨头 是真的在练那个修行练法 真的要用到这个比较好吗 没有 那是因为每个人修的法不不同 像比如说有的 有的他会偷整个头骨 他头骨 他如果要练这个无鬼术的时候 有很多铃骨塔 铃骨塔的那个 那个里面 不是定期有时候拿出来塞吗 没有人的那个 拿出来塞 他们会去算 有时候就算一算 就不见了 少了几个 还有时候过几年之后 他又突然跑出来 再算的时候 你怎么多了几个回来 就是那之前偷去 他有时候练练练练练 后来他管不住了 没办法 那就送回去了 第二个就是刚才提到 有一些部分 会拿来制作法器 甚至比如说盗墓的 有时候他是拿那个 金属探测器先大概量一下 比如说他如果有带那个话 他就针对那个地方 开一个四方形的洞 然后接下来捞起来 但是如果他像比如说 小子骨的话 他们就可以做成 小的人骨念珠 他可以做成人骨念珠 市场上面有人专门在 在收购人骨做念珠 是真的有人在收购这个东西 带的不会很怪吗 有一些头牌也是用人骨做的 对啊 对啊 他比如说你小的 他就做大概这么小颗的 然后大一点的这个指头 就是做大颗的 他会雕刻成头型的样子 不过还有一种 以前早期的时候 会偷整副人骨 整副人骨 基本上他有时候 其实不一定是从整副人骨 早期的时候 他从女孩子的尸体 就开始在买卖 就刚走了 你知道谁家小孩子走掉之后 女生走掉 他们就去买卖 因为当早期的时候 有很多认为说 男生走掉以后 你应该要有归宿 你没有对象 怎么办 就去跟人家买 买 越新鲜 就好 越新鲜 新鲜 价钱就越高 我们也有遇过 但是他到最后 你可能在市场里头 他在看到的时候已经 他已经没有那个皮 连包的这一层的皮都没有了 只剩骨头的话 那价钱就比较低一点 那是早期的时候 因为他们认为 人走的时候 应该要有 还是要有那个嘛 所以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市场 OK 那老师最后 可不可以很简单提醒大家 因为即将到清明 扫墓的禁忌很简单 跟大家提醒一下好不好 首先第一个 观众朋友如果到这个墓地的时候 第一个 不要穿得太靓丽 第二个 我刚才提到大肚子的话 如果真的一定要去的时候 请你记得在腹部上面绑上一个 这个红色的繩子 然后 小朋友太小的话 尽量不要带去 另外 如果本身 有些人就是对 这种地方敏感的话 请你准备一个红包袋 里面放七片的榕树叶 或芙蓉或墨草 然后再加一把的这个粗盐进去 最好算36粒的白米放进去之后 随便带在身上 那回来的过程中 一般是比较不会有问题 所以如果回来过程中 你都觉得很顺没有问题的话 你晚上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倒在这个 一个脸盆里头 一半的热水 一半的冷水 稍微把自己稍微清一下 会比较好 另外最后一个重点就是 很多的朋友呢 只能去过之后 不要直接回家 如果可以 也许大家一起吃吃饭 然后到有人多地方 居居之后再回家 这样的过程中 基本上会更加的顺利 OK 当然你说祭祖盛中追缘 那是非常好的跟美德一直延续 可是在过程当中 该注意的事情 那大家的提醒 也请所有的观众朋友 大家还是要多小心注意 OK 非常谢谢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正正有次 我们下次见 拜拜